今天我有一兄弟刚打完比赛 回来跟我讲有一大哥连偷他13个后场 难道你还要跟流氓讲道理吗 你一直不用 你就不会用 所以今天张教练就来教你们 如何偷后场 偷后场偷后场 正如他这个字一样 偷 他肯定是不能用大笔 动作太大了 所以说我们身上最隐蔽的一个关节 去使用它 就是我们的手指 拇指跟食指不要产生对抗 这样这个动作它是不完整 要把拇指提上来 食指放下去 中间留个空 让它形成一些杠杆原理 后三指向后提拉 大拇指向前顶 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们要把球发到对面后场的位置 所以还是需要一些手里面的动能的 这个时候就怕有一些刚学手指发力的球友 他手指里面的力量不是特别多 容易脱不到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手指先去 去找到你要打点的方向 和有一点点的势能 我们用小臂向上去进行一个跟进 那么如果你能做到以上我说的两点呢 你就能得到一个很正常的偷和长官球了 但是这种发球你是偷不到人的 我们要用魔法打败魔法 羽毛球在发球的时候有一个规则 就是拿起来球之后在五秒钟之内发出去都可以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规则来去浪费对手的精力 拿起来 不发 关注他的眼神和他的动作 一旦他有了一定的松散的空隙 我们就趁其不备 趁人之危 最后在奉上我张氏偷球十三季中 最后一季 出其不易 什么东西 其实讲了那么多 你不如就记住一点 打球之前把点拿出来放球包里 你准投的好